和大家开心聊天 就好像回到温馨的家一样 69岁的黄灿妹 罹患大肠癌 因病情恶化 从住了半年的清安居 转到安宁病房 但她非常想念 曾一起生活的老朋友 除季嘛 大家都是一家人 回来这里大家看着老朋友 大家来大家计计餐 大家讲话 看大家都平安 顺序 这样就好了 就快乐了 刚好阿姨有提到说 她也想看看他们 那这些的老朋友也都一直 就是住民也都一直吵着 要找阿姨也会关心问她嘛 所以我们想说趁这样的机会 带他们做一个世道的人生 那就道歉 道爱 道再见这样子 大林清安居不仅是长者的中继站 也希望陪伴阿姨完成世道人生 清安自在 阿姨她当初来的时候 她就是在这边安宁招呼 然后阿姨其实在这边 比起其他的长辈 她其实相对的比较年轻 所以她其实反而可以协助很多长辈 做一些事情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的长辈 就是非常的喜欢她这样子 与生命告别是人生重要课题 黄灿妹乐观面对 让她的人生了无遗憾 也充满许多人的爱与祝福 大爱新闻秋慧林 宋炳化 陈泊州嘉义大林报导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